就是你那个 讲不起来 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 或说什么的 你说这里是一个苹果 他可能知道苹果 但是他讲不出说 这个是一个苹果 64岁的洪先生 因为罹患失智 常常妄动妄息 夫妻俩之间 发生了不少争执 但主要原因在于 不了解失智症 其实可以透过AD8 及早期失智筛检量表 就能检疫判断 是否有风险 通常这个量表 问家属 用家属问长辈 比较容易达到正确的答案 往往很多时候 或是一些长辈 在自己评估的时候 常常会对话入座 会造成假扬性比较高 检测量表一共有8项题目 如果家中长辈 在判断决策出现困难 本来的数号兴趣逐渐降低 还一直重复相同的问题 而原先会使用的设备工具 像是遥控器 洗衣机 顿时变得不会操作 看人约好的时间 也容易忘记 以及财务上无法自理的困难 这当中只要有两项符合 最好就要寻求咨询 我们的听力跟视力 都会去影响到 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 另外国际最新研究发现 九大失智症的危险因素 中老年的听力障碍 影响比例高达了9% 间接阻碍了患者的沟通能力 民众如果想预防 除了加强认知学习 也不能忽略听力危机 因为当听力伤害造成 复原几率恐怕是伪乎其微 大安新闻 理事宣李建宽 台北报道 国际焦点还要来关心的